身為勞工,想要的只是一份安居樂業的工作而已 中榮公司表面上利用要派公司來說自己不需要承擔雇主的責任 實際上又利用具有指揮監督這個權力對勞工進行打壓 這是非常遏止 禁止打壓公會 終止派遣 禁止打壓公會 禁止打壓公會 派遣公會跟各個勞團的夥伴來這邊開記者會 就是因為要針對我們公會的理事長有遭受到不當調子的通知 雖然說現在目前是尚未調子 但是問題是他當時所受到的心理壓力其實是可想而知的 那我們認為說台中榮總其實長期的利用是勞動派遣 或是勞勞承攬的方式來實際的對派遣勞工進行實際的指揮監督 那本次也是他們宣稱他是透過履約的關係 履約的管理 那要求威務公司應該來嚴加律定所謂的派遣勞工的嚴刑局 那我們認為說其實台中榮總其實是透過勞務承攬或是勞動派遣的方式來讓自己置身事外 那本次我們當然是希望說可以利用這次的裁決 那將這個直接雇用或是直接的影響力的方式給揭發出來 那本次的裁決內容最主要是理事長在工作場所接受了採訪 那就立刻遭到了阻止跟嚴加的斥責 那事後還被約談說要要求要將他調職 所以我們認為說這個不僅是對工會理事長個人的不利益之外 對整個工會的運作還有工會活動都是一個不當的妨害 所以我們認為說這個東西已經構成了不當勞動行為 那因此向勞動部提起本件的裁決 我們在醫院工作我自己臨床工作19年了 我們跟傳送員其實是有很大的相關的關係 因為我們每一天要受病人 檢體這些都要直接來跟他們做溝通 不可能是剛才他們說的威務公司 來做直接的一個管理的一個行為 這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的 那甚至我們有發生什麼事情之後 我們再去跟他們說 那甚至我們直接就可以去做一些的這個命令 或是怎麼樣的一個處理 我們這是叫做直接傳送的 根本不可能是說我打電話說到管理中心說 你威務的傳送員幫我做什麼 沒有他們手機都有在手上 我們的護理人員是直接的告訴他們 派遣關係裡面我們都包括我們勞動部都一直認為 他的雇主就是這個派遣公司 或者是外包的這個承攬的這個公司 那這個後面的真正在決定派遣勞工 他打擾條件的要派單位或者是發包的這個公司呢 他全部都不用顧任何的責任 那這次我們理事長被調職了 那我們有這個證據顯示是 他透過他要求 因為上次TVBS的這個訪問報導 那引起這個要派公司 中榮公司的他的不滿 所以呢透過這個派遣公司 然後要調離這個我們理事長的職務 那這樣子的動作呢 就是對一個公會的一種影響 不當的影響 那試圖使自公會弱化公會 然後讓這個派遣公會的這個派遣勞工不敢參加 那所以這個很重要的一個一個裁決 那因為這個幕後的黑手 如果不能夠確定他的這個雇主的不當勞行為的責任的話 那我們派遣公會所有將來的這個發展都沒有意義 我們在去年這個提起的中榮的這個派遣勞工 他的資遣費 那這個案子呢我們獲勝 那這個判決呢也認為 那這個雖然這樣子反覆的聘任呢 可是這個每一次的這個招標結束以後 那這個派遣的公司呢 派遣公司 他雖然這個招標的極限期滿了 可是這個員工呢還是繼續一種 他的那個雇傭關係存在 那如果他沒有辦法安置其他的工作的話 那他就必須要給付值錢費 那所以這個這個打贏的意義 雖然值一審 那個我們還沒有確認有沒有上訴 這個案件如果能確認 那我們可以想像的 但是現在目前的派遣公司 事實上都沒有支付派遣費 那這筆成本我們如果掛在這個要派公司 他在在承包在發包的時候呢 把他計算進去的話 那我想他就沒有這個所謂用派遣的這種 這種誘因啦這種他的利潤 好所以我們是希望這個派遣真正的原因 是在於雇主為了要逃避他的雇主的責任 還有他經營上的成本人事成本 所以用這種派遣 那這種派遣呢 他的形勢上面呢 即使他符合這種派遣關係 可是呢他一直都是屬於低薪的狀態 那真正的這幕後的這個要派公司呢 卻不需要跟工會協商 因為他不是直接的雇主 那所以我們今天除了能夠確立這個雇主 這後面的這個發包公司或者是要派公司 他們有這個可能構成不大農行為的責任 另外還希望我們將來能夠讓這個 要派公司也要有協商義務 那這樣我們的工會下一步就是要和這個 要派公司呢來進行協商 那這樣子才有辦法改變我們這個派遣勞工的勞動條件 去年我們行政院長下令7月的時候下令 這個工部門的派遣要零派遣要歸零 沒有任何配套以及了解實際上這個非典勞動的氾濫問題 並不是他一句零派遣就可以解決的去這樣子下令 將會導致這些派遣可能接下來就會是用承攬或是用外包的方式來進行 那反而會讓台灣真的是受雇的勞工脫離了勞固關係裡面的保護 這個保護不僅僅是勞基法的保護 也包含現在我們在這邊爭取勞工團結工會法等等的相關保護 一樣是國家出資的原住民族電視台他們有相同的遭遇 原住民族電視台他們的遭遇是他們不是派遣 是每一個個人都被當作一間承攬公司的意思 在接受原住民電視台的個人承攬 這樣一個處境其實比派遣更糟糕 他們連勞健保雇主負擔的勞健保都沒有 必須自己去負擔 因為工作發生了職業災害沒有人會為他負責 他必須為自己負責 因為從那份合約來說 他是承攬關係也就是他就是自己的老闆 沒有人為他負責 一年跟他做一年之中跟他做一模一樣工作 兩個人必須互相支援 一個正職一個承攬一個自然承攬 一年光是經濟上的損失就12萬 他們薪資還不高 好消息是這些人因為原住民族電視台他們有公會 這些承攬人員加入了公會 由公會協助之下花了半年多的時間 在去年的12月終於迫使資方 也就是原住民族電視台 承認他們的不用關係 在今年1月1號也就是已經實施了 已經他們都變成了政治 這樣一個不穩定的勞動的體制 勞工需要靠自己的 不斷不斷的站出來呼籲 不斷出來組織自己 才能夠有一點點權益的進步 勞動部正視問題 並且從修法面提出法律的版本 從食物面從政策面 包括要求同樣是政府機關的同僚們 不要再讓這個問題雪上架霜